我见过孙总了 孙总呢 他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给您写了一封信 希望求得您的原谅 这个呢 你恐怕要失望了 我不接受任何人为他求情 咱们聊点别的 谢谢你 要不要听我解释解释 我不想听 好 我呢 跟他结婚二十年 白手起家 有两个孩子 可是他却为了 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 背叛了我 但最可气的 是他深深地伤害了 我的两个孩子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养孩子 还要收拾他扔下来的那些浪摊子 所以这个人对于我来说 已经死了 不存在了 特别厉害 我还没理解 我还没理解 特别厉害 但是对于那个伤害你全家的女人 你打算原谅吗 不可能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叫温丽 她不但勾引了孙总 她还勾引了我的丈夫 不光孙总 为她转移了财产 我的丈夫也做了同样的事 并且跟她跑到了国外 回忍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